嫂子怀孕之后,哥嫂回来开了一个养蜂场,嫂子的蜂蜜能够让女人重回青春,隔壁已经必经的离婶吃了我家蜂蜜之后重来立嫁,自此我家蜂蜜被村里人口口相传,越卖越好,嫂子的月份大了,身子越发重了,每天夜里频繁起夜,哥哥每天在外面打麻将也不回家,爸妈让我在嫂子房间搭了一个小床照顾嫂子。 半夜,我闻见一股咸腥味,腥味和奇怪的花香味混合在一起,我又听到嫂子那边传来嗡嗡嗡的声音,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黑暗中借着月光,我看到窗台上似乎挤满了蜜蜂,这些蜜蜂发出嗡嗡嗡的声音,嫂子侧身躺着,脸对着窗台,我猛地想起来我是来照顾嫂子的,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灯,走到嫂子那边,我发现蜜蜂的数量比我想象得多。 密密麻麻的蜜蜂钉在窗户上和窗帘上,我低下头去看嫂子,蜜蜂落满了嫂子的脸,嫂子睁开了双眼,一双眼睛出奇的亮,嫂子的脸上爬满了蜜蜂,显得有些渗人,我用手挥动着想要驱赶嫂子脸上的蜜蜂,那些蜜蜂纹丝不动,我有些头皮发麻,对着嫂子说, 嫂子,怎么这么多蜜蜂进房间里,你脸上也有,嫂子咧开嘴笑了,脸上的蜜蜂飞走了,停在了嫂子的头发上,嫂子说,小满啊,你去给嫂子煮点吃的,嫂子饿了,我现在其实有些害怕,蜜蜂数量太多了,似乎能把我整个人吞噬, 但是,嫂子让我去煮吃的,我立马就溜出房间了,我想给嫂子煮她最爱喝的牛奶牢骚鸡蛋,牛奶都在嫂子的房间,我又回房间去拿牛奶,我出房门后,房门没有关上,我看到嫂子撩起了自己的裙子,嫂子怀孕已经九个月了,肚子圆鼓鼓的,肚皮底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那些蜜蜂落在了嫂子的肚皮上,嫂子像摸自己孩子一样摸着肚皮上的蜜蜂,这样的画面让我感觉有点不舒适, 我转头回了厨房,没有牛奶,我就做了红糖鸡蛋牢骚,我端着碗回到嫂子房间,那些蜜蜂都消失不见了,嫂子端着碗喝了一口,醋没到,不够甜,嫂子怀孕之后是甜如蜜,她的床头柜放着一罐白糖,嫂子挖了三大勺白糖,放进牢骚里面,不一会儿就干完了整碗牢骚,她没有咀嚼,第二天,嫂子早起去封房收蜜,我做了嫂子喜欢吃的红糖麻糍,想要讨好嫂子, 我妈天天吃蜂蜜,皮肤越来越好,跟我越来越像姐妹,我上次也想尝一尝蜂蜜,被我妈一巴掌抽在脸上,妈妈说,你这么小,不需要吃蜂蜜,你知道咱家蜂蜜多值钱吗? 今天妈妈不在家,我想跟嫂子讨点蜂蜜吃,我的脸上满是重重叠叠的青春豆,总是被其他孩子嘲笑,别人都觉得我脸上的青春豆恶心,咱家蜂蜜效果那么好,连老年般都能去除,肯定能去除我脸上的青春豆,到时候,我也是十里八乡一朵花,我哼着小曲,畅想着吃完蜂蜜之好脸上青春豆的场景, 嫂子看到桌上的红糖瓷疤,果然很开心,我趁机跟嫂子要来了一点蜂蜜,我怕我妈妈突然回来,拿着蜂蜜躲到了院子后面,碗里的蜂蜜颜色鲜红似血,闻起来芳香扑鼻,我控制不住地拿起勺子往嘴里挖,啪,我手上的碗被人打掉了,碗碎裂了,蜂蜜撒在泥土里,迅速被吸收不见,隔壁的傻子二鸭拍手叫道,虫,虫,虫,我气得浑身发抖, 二鸭因为脑子不好,总是被村里的男生欺负,我每次都拿着砖块赶走那群男生,二鸭因此很黏我,我还经常给他偷偷拿一些好吃的,没想到他现在把我宝贵的蜂蜜给弄撒掉了,我生气地说,二鸭,你干嘛,你不乖,二鸭笑嘻嘻地拍手说,重重飞走了,重重飞走了,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跟傻子没法交流,我瞪着他说,你弄撒了姐姐的东西,姐姐不喜欢你了, 二鸭突然嚎啕大哭道,要姐姐,姐姐要喜欢二鸭,他救了你一命,二鸭的爸爸二叔拄着拐杖过来了,二叔曾经是村里有名的算命先生,据说当年二叔算命奇准,是村子里最受尊重的人,二叔也因为给很多人算命,最早建起了三层小洋楼,自从生出来了二鸭这个傻丫头, 再加上车祸后二审丧命,二叔腿瘸,二叔再也不给人算命了,二叔家也一日比一日破败,二叔说,看在你对我家傻丫头不错,我破例给你透露一点东西,千万不要吃你家的蜂蜜 二叔颤巍巍地递给我一个黄色符纸,十天后的七月初七早上,冲泡符纸喝下去,一只蜜蜂飞到了院子中间,二鸭拍死了这只蜜蜂,笑着说,虫,虫,虫,我把符纸塞进了兜里,回到了家,我妈回来了,撕扯着我的头发不分青红皂白的一顿打,我妈说,见蹄子,你是不是偷吃蜂蜜了?我撕烂你的嘴,赔钱货,馋嘴馋到家里的蜂蜜上来了,看我不打死你,我已经习惯了。 被我妈揍,心里还在想着蜂蜜的事情,我妈每天吃很多蜂蜜,但是一点都不愿意留给我,我看着哪怕在撕打我依旧看起来很美丽动人的妈妈,完全没法把她和之前因为劳作而捧头垢面的老妇人联系起来,蜂蜜确实滋养人,但是二叔说蜂蜜有问题,嫂子在桌子前面优雅地吃着红糖瓷吧,一大锅子红糖瓷吧都进了嫂子的肚子,卖豆腐的李婶过来了,我妈才停止打我, 李婶提着豆腐和鲫鱼,对着嫂子讨好的笑着,小红,给我来一斤蜂蜜,小红这是九个月了吧,看起来气色很好,嫂子确实气色很好,除了肚子大了,嫂子的皮肤依旧吹弹可破,身材并没有变形,嫂子笑着说,好啊,婶子,给你留着呢。 我记得明明当初李婶抓奸抓到她老公和嫂子,李婶拿着火钱差点把嫂子打死,现在李婶和嫂子有说有笑,似乎都忘记了那时候的不愉快,嫂子给李婶的蜂蜜还打折了,李婶走的时候连连道谢,说下回带螃蟹给嫂子。 我爸也回来了,搂住了正在喝水的我妈的肩膀,我爸说,媳妇,吃饱了吗,吃饱了我们去做点好玩的,妈妈娇笑了一声,老不正经的,自从妈妈吃了蜂蜜重回青春之后,对我妈呼来喝去的爸爸态度好了很多,两人还总是大白天去房间做一些事情,嫂子也回房间歇息了,我在屋子外面蹲着包毛豆,听到嫂子房间传来奇怪的声音,嗯,啊,刚刚明明只有村长进去了, 她说要跟嫂子讨论修路的事情,我好奇地走到嫂子房间门口,透过门缝,我看到村长正趴在嫂子身上,村长说,小红,你现在可是比小时候更厉害了,你第一次的时候还一直反抗,现在是不是知道这事情的好处了,我跟你那个老公谁厉害,嫂子娇笑道,当然是你厉害了,村长说,我是第一次跟孕妇,真的太爽了,我儿媳怀孕之后都不让我碰,还是你好, 我捂住嘴,我只知道嫂子第一次嫁人因为不是储备打得半死送回娘家,村里的长舌妇说她婚前不检点,但是嫂子又长得盘境调顺,村里的男人都像苍蝇一样想要盯一下这块肉,之后嫂子就成了人尽可夫的浪荡女,没想到嫂子第一次是跟我们村长,村长是我们村民都比较敬重的长辈,村长老婆跟着村长白手起家,她老婆死后,村长一直没有再娶, 说是怀念自己的老婆子,村长的几个儿子也都很孝顺,家风很好,没想到我们敬重的长辈背地里是这样的,村长和嫂子的事情我也不敢管,我跑出去蹲在外面接着干活,没一会儿,我爸妈和村长都出来了,村长眯着眼睛打量着我,对着我爸妈说,小满也成人了吧,过了寒路就办事吧, 我家早早把我许给了村长的小儿子,村长的小儿子腿有点薄,满脸麻子,人看起来有点木论,村长出钱给儿子在村头开了一个小卖部,我才十六,家里开了养风场之后,条件好了不少,我妈同意我去上高中,晚几年再嫁人,村长一开口,我着急地看着妈妈,希望她能替我说话,没想到我妈根本没看我,对着村长笑着说,没问题,巴不得早点让她嫁过去,村长说, 我们的彩礼过两天就送过来,三斤肯定有的,我妈说,哟,客气了客气了,我咬着嘴唇,心如死灰,我妈为了彩礼和三斤,不愿意再让我读书了,小满要嫁人了吗,这时候,嫂子披着私质外套以着门框问我妈,我妈讨好地冲我嫂子笑道,是啊,小满早就许了人家,嫂子面眼如丝地扫了一眼村长,对着我妈说,我不同意,我没几天就要生了,到时候小满嫁人了,谁知道吗? 谁照顾我,封房里面的蜜蜂谁照顾,难不成指望麻将管理不回家的那个男的,嫂子一通抱怨突突突地指向我妈,我妈的笑容僵住了,我妈无奈地看着村长道,小红最近脾气不大好,可能是月份大了,村长对嫂子说,你不想让小满嫁人,嫂子点了一根烟道, 我和蜜蜂都要人照顾,我暂时离不开小满,村长点点头道,小红说得对,是我太心急了,婶子,咱们孩子婚事就在延后一年吧,到时候正好小红生产之后恢复得差不多,我妈有些不满,又不敢得罪嫂子和村长,把矛头对准了我,我妈对着我骂道,赔钱货,愣在这里做什么,赶紧去小卖部买烟招待村长啊, 我跟我妈说,妈,我没钱,我妈气得抄起了扫帚要打我,我也不敢要钱了,一溜烟跑出去了,虽然没有钱,我还是跑到了村头的小卖部,村头的小卖部和麻将馆相连,老远就听到麻将馆的嬉笑声,透过窗户,麻将馆里面烟雾缭绕,哥哥在打麻将,腿上还坐着一个比嫂子年轻不少的小姑娘,哥哥伸手搂着小姑娘,两个人嬉笑调情,我哥旁边的凳子上面坐着另一个 小姑娘,时不时地和我哥眉目传情,我哥娶嫂子之前,家里穷,我哥人又矮又错,没有姑娘愿意正眼看她,我哥个性自卑又暴躁,总是靠着打我出气,所以我很怕她,有钱之后,哥哥脾气倒是好了不少,村里的姑娘媳妇也不介意我哥矮错,都愿意和我哥调情,我也不知道哥哥靠着这些钞票糟叹了多少黄花大闺女,哥嫂之间的事情我也管不了,我还得去买 小卖部很狭窄,收银台后面坐着村长小儿子,门边上还坐着一个店员,我对着村子小儿子说,来包烟,奢账,照理来说,咱们村子小卖部应该是可以奢账的 村长儿子拿了一包烟给我,还顺手摸了一下我的手背,我看着他满脸麻子,一脸一笑,心里一阵恶心,我拿着烟就想走,没想到村子儿子突然站了起来,店员把小卖部的门关上了,村长儿子伸手搂住我说 我这里可没有奢账的规矩,买烟就得付出代价,我推开了它,向着门的方向跑,店员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到了村长儿子面前,村长儿子扇了我一个耳光 吼道,装什么,我们早就订婚了,我们早晚会在一起,你长得这么丑,除了我,谁愿意和你搞,店员压着我身子,村长儿子伸手撕我的衣服 突然,小卖部的门被踹开了,我哥带着一个瞎眼道士跑了进来,我哥一脚踹开了我身上的村长儿子,我哥旁边的道士拽开了想要帮忙的店员 我哥用脚使劲踹着摔倒在地上的村长儿子,他边踹边说,你是什么癞蛤蟆,感动我妹妹,怎么不照镜子,看看你自己的样子 村长儿子抱着脑袋求饶道,我跟你妹妹订过婚的,别打了,疼啊,疼,店员说,他可是村长儿子,你们别打了,我哥这才停下手,对着店员说,村长算什么,惹了老子都得死 我哥扶着我走了出去,我们回到了麻将馆,里面人都走光了,我哥和那个道士坐了下来,我哥说,小满,你没事吧 我感激地看了我哥哥一眼,没想到从小给我带来痛苦的哥哥在这时候能救我,我说,没事,谢谢哥哥 我哥说,小满,哥哥有事情要拜托你,你嫂子不是人,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脑子里浮现出昨天夜里嫂子那张满是蜜蜂的脸 我哥接着说,等他肚子里那个东西出来,我们全都得死,现在嫂子只吃你做的东西,你得救救咱们家 我哥从兜里拿出一个锡箔纸,里面包着一个红色的丸子,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我捏着鼻子退后几步 哥哥说,这可是千丸,里面有处女穴,把这个放你嫂子喜欢喝的牢躁里,这可是不止一个女人的血 他残忍地笑道,这样才可以杀死那个怪物 我看着那个千丸,有些犹豫,我对哥哥说,嫂子来了家里后,我们家日子才好起来,嫂子人不坏的 我哥恨铁不成钢地瞪了我一眼,我一个哆嗦,小时候被打怕了,下意识地想溜走 小满,你别怕,哥不打你,我小心翼翼地看着他,我哥说 小满,你不是一直想上学吗,把你嫂子解决了,哥出钱送你上学,你不是想当那个什么 电视里放的那个判案的那个,我回答道,法官,我哥一拍大腿 对,法官,你帮哥哥这一回,哥哥供你上大学,你到时候就去当那个什么大法官 我慢慢地走回哥哥身边,上学和梦想真的太诱人了 在这个山庄,所有女孩都是早早嫁人,如果可以读书,我也顾不上心臭了 伸手接过了那个千丸,旁边的瞎眼倒是抽了抽鼻子 皱眉说,你是不是拿了人家的忌痞,我摇摇头,我最近都没上坟 哪里来的忌痞,瞎眼倒是伸手进我的衣兜里 掏出二叔给我的那张黄色符纸 那张黄色符纸上面的黑色皱印有些泛红 瞎眼倒是说,一股死人味,这是在借你的生魂啊 我一个机灵,瞎眼倒是问我,是不是你们村子里那个瘸子给的 我不确定地说,你是说二叔,瞎眼倒是说,那就是了 他要借你的生魂给他的傻闺女,这样傻闺女就能开窍 我有些错愕,我明明对二鸭那么好 二叔却要害我,我要相信这个瞎眼倒是吗 还没等我纠结完,瞎眼倒是点燃了黄色的符纸 黑色的烟雾化作人形,发出惨叫声 他说,看到了吗,这就是他养的小鬼 他还给你下了咒,瞎眼倒是在我背上拍了拍 我的胳膊上鼓起一个圆形的凸起 我用手按上去,圆形的凸起很硬,一碰就剧痛 我害怕地问道士,怎么办 瞎眼倒是掏出一张红色符纸递给我 他说,这个凸起是那个瘸子下的皱 你把这个红色的符纸那个瘸子老婆骨灰前面烧掉 解皱,我拿着烟回家的时候,村长已经走了 我妈看到我,气不打一处来 她拿着火钱冲着我吼道 慢吞吞的,你在哪里也去了 在我妈的火钱打到我之前 嫂子挺着肚子站在了我前面 我妈看着即将临产的嫂子的肚子 无奈地挺手了 我妈说,小红,有什么事吗 你赶紧回去躺着休息吧 嫂子说,我快生了 我要教一教小满养蜜蜂 我妈点点头,她反正是不愿意干活的 我妈说,你带她去吧 她要是不好好学你抽她 千万别惯着她 我跟着嫂子从猪圈里挑了几头猪赶去封房 我们家蜂蜜与众不同 嫂子养的蜜蜂的食物自然也不同 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蜜蜂进食 那几头猪出现在蜂房里 成群的蜜蜂就落在了猪的身上 被盯着的猪发出惨叫声 扭动着身子不断打滚 蜜蜂紧紧盯在猪的身上 不一会儿,猪的哀嚎声音减弱 嫂子温柔地看着那群蜜蜂 柔声道 宝贝,乖,慢点吃 那些蜜蜂似乎听懂了嫂子的话 瞬息的口气慢了不少 猪的鲜血被蜜蜂抽干 倒在了地上 那群蜜蜂似乎还没吃饱 向着我的方向飞了过来 我想起他们刚刚吸干猪血的场景 腿肚子有点哆嗦 嫂子说 宝贝们,这是小满 不要欺负她 那些蜜蜂绕着嫂子飞 停在了嫂子身上 在嫂子的指挥下 我开始卖力地清理蜂房 我把蜂房打扫得一尘不染 回头瞥了一眼 嫂子 嫂子浑身落满了蜜蜂 露出来的一双眼睛 似乎变成了鹅卵石形状的腹眼 我睁大眼睛 仔细看 那双腹眼又变成了嫂子 天生上挑的狐狸眼 嫂子轻笑说 我的宝贝们没吃饱啊 那之后有更好吃的 我见过马黄吸血 他们什么血都吸 这群蜜蜂吸猪血 未必就不能吸人血 我心里有些惶恐 我妈的大嗓门传过来了 村长来了 小红 出来了 嫂子拖长声音道 来了 嫂子出去接待村长了 我不敢和这群蜜蜂单独相处 跟着出去了 我被我妈指挥去做饭 我给嫂子单独做了牢躁粥 我从袋子里拿出千丸 准备往嫂子的粥里面放 我有些犹豫 不知道嫂子吃了这个之后会怎么样 我这会不会算是杀人 死丫头 在磨蹭什么 我妈进来催我 我吓得赶紧把千丸塞回兜里 我妈把嫂子的粥拿走了 骂骂咧咧地说 你嫂子饿了 我只能跟着出去 想着晚点找机会下千丸 吃饭期间 村长也说起她儿子被我哥打了 我妈赶紧赔礼道歉 村长也没多说什么 她看着嫂子笑 饭后 外面下起了大暴雨 我妈留村长在我家住宿 毕竟我家现在建起了三层小洋房 有单独的客房 村长推脱了几次 还是答应了留宿 晚上我照例在小床上 陪着嫂子 嫂子说 你夜里打呼噜我睡不着 你回房间睡觉吧 我记得我自己不打呼噜 不过嫂子已经发话了 我默默地回房间 睡到半夜 我被一阵疼痛惊醒 我的房间堆着家里一些杂物 我妈起夜过来拿卫生纸 发现我没在嫂子房间 一巴掌抽在我腰上 我妈说 让你照顾你嫂子 你跑这里睡大觉来了 要不是我起夜 还不知道你在这里偷懒 你赶紧去给你嫂子 做点吃的 不知道孕妇半夜会饿吗 我半夜惊醒 一阵心慌 我不想被我妈接着骂 听话地走了出去 我想起了兜里的千丸 如果这是嫂子 最后一顿的话 我想给她做牛奶 鸡蛋牢骚 我先去嫂子房间拿牛奶 嫂子房门没关炎 我怕影响她睡觉 仗着自己瘦弱 从门缝侧身进去了 我看到嫂子 床上还有别人 男人赤膊 躺在嫂子的床上 头发略带花白 我的小床上 堆放着村长的衣裤 嫂子背对着我 胳膊变细变长 手臂上浮现出长长的绒毛 她伸出了长长的口气 盯住了村长的后脑勺 我吓得僵在原地 集中生智的我 顺着原来的路线退了出去 嫂子真的不是人 我要把千丸 下进嫂子的牢骚里 我在厨房做好了鸡蛋红糖牢骚 加了很多枸杞 我把碗放在桌上 左手拿出千丸 我突然感觉脖子后面很痒 耳边传来嗡嗡的声音 我伸右手到脖子后面挠痒 却摸到了一排蜜蜂 我想要赶走他们 他们的口气似乎紧紧地吸附在我的脖子上 我觉得他们在吸我的血 你在做什么呢 嫂子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本身就处于惊恐状态 现在更是被吓了一跳 我后退一步 被绊倒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嫂子娇声说 小满真好 又给我做了夜宵 我抬头看了看嫂子 她的五官精致 胳膊纤细 嘴唇红润 嫂子现在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我对着嫂子说 蜜蜂 蜜蜂 我脖子上都是蜜蜂 嫂子笑着说 小满 养蜂可不能怕蜜蜂 嫂子端着玩走了 我摸了摸后脖子 蜜蜂没有了 我松了一口气 啊 千万 刚刚慌乱间 千万好像落在了地上 我在地上摸索起来 没有看到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站起来看了看自己的裤子 上面一片红色的污渍 我刚刚一屁股坐在了千万上 我欲哭无泪 明天再问哥哥要一个千万吧 天色微亮 二鸭这个傻丫头 睡觉少 起得早 她似乎看到我在厨房 隔着窗户喊我 二鸭说 小满姐姐 出来玩啊 胳膊上的圆形凸气 似乎大了一些 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 我可以先去二鸭家里解咒 我硬霍了一声 二鸭你等等 姐姐换下衣服就过去 我换掉了裤子 还拿了一盒火柴 二鸭领着我到她家院子里 玩 二叔还没起床 二婶的骨灰 就在院子中央的那个堂屋里面 我和二鸭 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 大部分时间 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雨后 蚯蚓都爬出来了 二鸭把蚯抓在手里玩耍 趁着她沉迷抓秋野 我进了二鸭家的堂屋 堂屋的柜子上 放着一个女人的遗罩 遗罩后面就是二婶的骨灰 我拿出红色的符纸 点燃火柴 一阵穿堂风吹了过来 火柴灭了 我往边上走了一走 再次划开火柴 这次火柴直接没法点燃 垃圾火柴 我很暴躁 余光扫到二绳骨灰前面 香炉上面的香 我可以用香烧符纸啊 姐姐 你去哪了 二鸭找不到你了 二鸭玩腻了秋野 过来寻我 我说 二鸭 姐姐马上出来了 二鸭看到我 眼睛一亮 开心地说 好吃的 她飞快地撞向我 傻子力气大 我被撞倒了 她抢走了我手上的红色符纸 然后吃掉了 她吃掉了 我坐在地上 表情很难看 二鸭似乎忘记了她干了什么 看到了地上的螳螂 又去抓螳螂了 对二鸭这个傻子 生气也没用 我懒得搭理二鸭 镜子去麻将馆 去找瞎眼道士和我哥 经过我家门口 我妈拦住了我道 一大早不干活 去哪儿玩 我不想跟我妈过多纠缠 就说我要挑猪草 我妈这才放我走 我哥和那个道士在路上等着我 我刚想说话 那个道士嘘了一声 他说 进麻将馆再说 进去之后 瞎眼道士说 蜜蜂就是他的眼线 麻将馆 我不下阵法 蜜蜂进不来 我哥着急地问我 小满 放进去了吗 他吃了吗 我摇摇头 告诉他们千万被压扁了 红色符纸被二鸭吃了 我惊恐地说 我看到了 嫂子真的不是人 他嘴很长 我哥怒了 小满 千万给你弄霉了 你知不知道千万只有一个 你是要害死我吗 他脸色发青 额上的一条青筋长了出来 青筋不断抽动 这是我哥每次做我之前的表情 他抄起旁边的凳子 往我身上砸 瞎眼道士拉住了他 瞎眼道士说 别激动 别冲动 我哥捂着头说 完了完了 都得死 别拦着老子 老子先打死他 瞎眼道士说 还有一个办法 我和我哥都盯着他 瞎眼道士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那串红色珠子 表情有些肉痛 我哥说 道士 求你就救我吧 瞎眼道士咬牙 拿下手腕上的红色珠子递给我道 一颗珠子扔进骨灰 解皱 剩下一串珠子埋在院子西南角 你嫂子生产那天 挖出来 放在他肚皮上 西南角 那是风房所在地 我使劲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了 瞎眼道士叮嘱道 记住了 这串珠子不能再丢了 不然 所有人都会死 我把珠子放在胸口的兜里 表示绝对不会丢 我哥猙獰的表情变得柔和 对着我说 小满 等你做完这件事 哥哥送你进城上学 城里的学校质量 比村里和镇子上的都好很多 我想到能进城上学 不由地仰起嘴角 我哥说 所以 一定要把手串放在那个怪物肚子上 我点点头道 哥 我都看见了 嫂子确实不是人 我会除掉她的 哥 你一定要带我去城里上学啊 我护着这个宝贝 一路回到家 在我走后 我哥吐了口唾沫道 我呸 死丫头 还想上学 等她灭掉那个怪物 我把她卖给邻村二麻子 瞎眼道士说 现在 我的护身珠子给她了 开不了天眼了 不过从之前看来 那个丫头应该没骗我们 她也被吓得够呛 我妈说 嫂子躺在床上休息 月份大了 嫂子的身子越发沉重了 我推门走进嫂子的房间 房间有股甜心焦杂的味道 嫂子的口气伸出来了 鲜红如血的蜂蜜被挤到碗里 芳香扑鼻 我把门关上道 嫂子 拿到了 嫂子把口气收回来 关心地问我道 小满 辛苦你了 你哥哥没打你吧 我说 没 她还指望我帮她除掉你呢 我把那串红色珠子丢给嫂子道 姐 没有人能阻止你复仇了 嫂子从床底下拖出来 已经被吸成人干的村长 我嫌恶地踹了那个村长人干一脚 嫂子说 我小时候 这个畜生糟蹋了我 我回去告诉爸妈 爸妈收了这个畜生的好处 毒打我一顿 让我不准把这个丢人的事情说出去 后来我结婚被赶回家 我爸妈还是说我丢人 那些男人给我爸妈好处 我爸妈就把院门打开 让他们半夜进来 我力气小 反抗不过他们 明明是男人的错 村里的女人都怪我 骂我 打我 恨我 嫂子 妩媚地笑道 既然他们都说我是当妇 护着他们男人 那就让他们男人 死在他们身上吧 我娘家的妈妈 也过来讨要了最好的蜂蜜 她把蜂蜜给我倒 没有虫 小满 你不用再遮掩了 我喝完了那碗蜂蜜 重重叠叠地青春豆褪去 露出清秀的面容 在我们村子 长得漂亮的女生 过不好的 我小时候算是长得好看的小姑娘 村里几个男人用糖 把我骗到河边 我还没吃到糖 他们就要撕我的衣服 嫂子出现了 那时候 嫂子还刚进门 受到村里长蛇腹的影响 我还对她敬而远之 嫂子穿着蕾丝外套和蓝色抹胸 风情万种地说 哥哥们 我还不够你们消遣吗 那几个男人眼睛看直了 放过了我 嫂子从二叔那里讨来偏方 吃完偏方我脸上 开始起青春痘 那些男人看到 我的脸都绕着走 后来嫂子跟着哥哥出门做生意 让家里送我上学 虽然钱赚了不少 但是每次回来 嫂子都很憔悴 最后一次怀孕回来 嫂子看起来状态很好 虽然她已经不是人了 我和嫂子 从西南角风房那边 去二叔家 二鸭开心地拍手道 小满姐姐 小红姐姐 二鸭最喜欢你们了 二叔拿着点燃的线香 对我说 小心 有点疼 线香接触到 我胳膊上的圆形凸起 凸起变成一个水泡 嫂子招招手 一只蜜蜂落在我的胳膊上 蜜蜂的口气 戳破了我胳膊上的水泡 吸出来了里面的虫碗 二叔用线香烫了烫虫碗 虫碗冒出青烟 嫂子把那串红色的珠子 丢给二叔道 老师 你可以去找他复仇了 当年 二叔不仅用算命赚的钱 盖了三层小洋楼 还办了村里的学校 二叔办的学校 鼓励女生上学 二婶是村里学校的老师 嫂子曾经是二叔的学生 只不过二婶怀孕后 村里来了一个云游道士 那个道士先是无偿 帮很多村民解决了麻烦 获得了村里人的信任 村里突然开始下暴雨 水灾泛滥 那个道士说 要二婶肚子里的孩子不祥 需要做法消灾 二叔不同意 村里人分为两派 受过那个道士恩惠的 支持那个道士 受过二叔恩惠的 支持二叔 村长是支持二叔的 只不过不知道 他收了道士什么好处 偷走了二叔 祖传法宝红猪串 支持二叔的那派人 在村长的带领下倒戈 二叔拼了命 护着二婶和二婶的孩子 那个道士眼睛受伤了 拿着偷走的红猪串溜走了 二婶受惊早产 二鸭智力发育不全 带着二鸭去医院的路上 二叔被撞了 二婶拼命才护住了二鸭 二叔也落下了腿急 那场车祸至今 没查出来是谁干的 不过二叔算出来 跟那个道士有关 二叔把二鸭交给我们照顾 带上了那个红猪串 拄着拐杖 一拳一拐地向着 村头麻将馆走过去 二叔说 这笔账 该算清楚了 我和嫂子带着二鸭 回了我家 第二天一早 我听到了我妈的惨叫声 我去我妈房间查看 我妈顾不上惊讶 我的青春逗消了 指着床说 你爸爸怎么不动了 我妈习惯性地指挥我道 小满 你上去看看你爸怎么了 我站在原地不动 冷笑说 可能死了吧 我妈一巴掌抽上来 你胡说什么 昨晚她还生龙活虎的 把我折腾的 我躲开我妈的巴掌 淡淡地说 可能就是状欲过度 所以死了 妈妈 你害死了我爸爸 我妈抽出自己的手 还想打我 你瞎说什么 你信不信我 打死你这个死丫头 二鸭一头撞向我妈妈 用旁边的衣架 打我妈 边打边说 坏女人 不许你欺负小满姐姐 我把二鸭拉走 对着我妈说 你好好看看 你男人被你耗死了 我妈木讷地 看着床上的尸体 这一天 死的可不只是我爸爸 那些喝了我家蜂蜜 和自家男人 翻云覆雨 一晚上的 第二天早上起来 都发现自家男人 死在了自己旁边 那些女人 怎么愿意承认 是自己害死了 自己的宝贝男人呢 他们不约而同地声称 自己的男人 患怪病而死 我和嫂子 温了一壶烧酒 嫂子跟我讲了 跟哥哥出去 做生意的那几年 嫂子真的是想和哥哥 好好过日子的 她并不嫌弃哥哥 长相丑陋 只想要两个人 一起努力 一开始 我哥对我嫂子 还不错 只是一直没找到工作 哥哥靠着嫂子 做保洁工作的工资 活着 有一天 哥哥很开心地说 媳妇 我找到工作了 哥哥的工作 就是拉皮条 嫂子不肯 换来我哥哥的 拳打脚踢 嫂子发现 自己到哪里 都逃不开 男人的柔力 嫂子长得很像 某个女明星 替哥哥赚了不少钱 在第四次意外 怀孕之后 嫂子绝望了 她准备跳湖 湖边 一只蜜蜂 落在嫂子的鼻子上 嫂子强烈地绝望 吸引了同样绝望 和半死不活的丰厚 丰厚 丰厚修炼千年 想要积德 行上化成人形 瞎眼道士说 可以帮她积德 把她片下山后 被困在阵法里 瞎眼道士不断催产蜂蜜 丰厚生产的蜂蜜 被卖给那些贵妇 丰厚和嫂子 签订契约 丰厚舍弃上千年修为 成为嫂子肚子里的蜂拥 嫂子帮着丰厚吸血 重获修为 二叔除掉瞎眼道士 不仅能帮二婶复仇 也是解决丰厚的心头之恨 我们伴着村里 那些长蛇腹的哭声 喝掉了一杯杯烧酒 傍晚 二叔煮着拐杖 一拳一拐地回来了 红猪串 鲜红得似乎能滴出血来 二叔看起来很开心 他拽住跟着蜜蜂 玩得不亦乐乎的二压 一巴掌拍在二压的脑袋上 二压熬了一嗓子 嚎啕大哭 又晕了过去 我把二压抱到了床上 二叔说 我儿的一片生魂 被那个妖道存着 要不是我儿的生魂为阵眼 封后千年修为 也不至于被困住那么久 嫂子说 那个男人呢 二叔说 我除掉那个妖道的时候 妖道恋化 他想要抵挡我 他死得挺疼 我哥死得挺惨 那我安心了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哀嚎 我的儿啊 二叔说 我把你哥哥带回来了 我妈冲进了厨房 大喊大叫道 我男人死了 我儿子死了 我也不活了 他拿起菜刀 对着自己的脖子 眼睛却去着我和嫂子 想让我们拦住他 我和嫂子不为所动 我妈比划了半天 扔掉了菜刀 坐在地上 大哭 二压被吵醒了 曾经懵懂的眼神 一片清明 口齿清晰地说 爸爸 他好烦人 二叔看着不傻的二压 眼眶红了 嫂子嫌恶地看了我妈一眼 对我们说 我们去二叔家吃晚饭吧 我帮二压洗了澡 梳好了头 二压眼神灵动 一看就是个聪明讨喜的小丫头 二叔和嫂子做好了晚饭 我们就在供着二婶一照的堂屋吃饭 二叔说 你把二压带到城里上学 嫂子说 我出钱 你们两个去城里上学 我说 我们一起去吧 别在村子里待着了 嫂子突然尖叫一声 羊水破了 嫂子的肚子迅速扁平 并没有生出来什么怪物 只不过嫂子的额头上出现黄白相间的花纹 嫂子的背后多了两个透明的翅膀 嫂子说 我和封后早就不是母子关系 是共生关系 之后我会和她回归山林 正好我也觉得山间更加自由 我不想再被困住 她也不想 二压看向二叔道 爸爸 你跟我们一起进城吧 二叔温柔地看向二婶的遗诏 对二压说 你妈妈怕寂寞 你跟着姐姐走 节假日反正会回家的 嫂子说 我会来帮你爸爸干活的 你爸爸已经习惯了在这个 你妈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生活 我和二压去了城里念书 村长死后 她的儿子们为了争夺宅基地和遗产 大打出手 两死一伤 闹出了人命 至于那些失去了男人的寡妇 他们迅速衰老 却兴致盎然 需要男人滋补 这是蜂蜜的副作用 但是本村的男人 都不敢进他们的身子 毕竟都知道 他们男人死在了他们身上 他们去别的村子 偷别人的男人 别的村子的女人 也不是好惹的 他们被打得半死不活 卖豆腐的李婶 在被抓奸的时候 不小心从山上摔了下去 被竹笋贯穿身体死亡 我妈被打伤了腿 生活基本无法自理 我上大学之后 我们终于劝服了固执的二叔 把她和二婶的骨灰 接到了身边 嫂子经常化作人形 来学校看我 同学们都知道 我有个美若天仙的姐姐 我念的是法学院 平常在做法律援助 帮助了很多困境中的妇女儿童 我们村子日渐衰退 观念落后的村子 确实早晚会被淘汰 第二代 以及女孩的主纹 国人 Cool 1、1980元